聖誕節即將來臨 應景的薑餅屋也順勢出爐 遊壇市勞工局輔導的展翼烘焙方 是由一群智能障礙的工作者 共同製作 每到了聖誕節期間 就會做出有趣又好吃的薑餅屋 讓民眾前來購買 那我們所有的 這個是小屋 那我們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屋子 那比較適合高年級來製作 那還有很多的平面型的薑餅屋 像是雪人 還有樹跟鈴鐺還有襪子 這都很適合幼稚園 還有國小一二年級的學生 那所以很歡迎就是 家長還有學校老師 可以在幼稚園的課程 或者是國小國中的一個課程 某一堂課可以訓練他們 做這樣的薑餅屋DIY 這一次也推出多種 不同樣式的薑餅屋產品 讓民眾可以擁有多種選擇 還可以自己動手DIY 做出獨一無二的薑餅屋 展映紅杯方期盼 大家都能夠來購買 也給予這些員工正面的支持 那因為我們心智障礙關顧協會 長期來都是在協助 智能障礙者他的就業服務 所以像這次推出的薑餅屋系列 我手上拿的就是小型薑餅屋 他只要就是說我們 經由販售這些他們自己製作的商品 他們可以獲得他們的薪水 那因為由於今年我們的景氣 不用那麼好 所以我們希望今年能夠透過大家的幫忙 如果能夠衝到營業額60萬的話 他們今年的年終還有薪水 就比較沒有問題 現在還想不到要買什麼聖誕禮物 來送給朋友嗎 趕緊一同來購買這個充滿愛心的薑餅屋 為今年的聖誕節營造一個溫馨的快樂時光 記住對於台南報導 聖誕快樂